一版的VBA那所謂簡易版VBA就是第一個 這個有個畫面最後完成的畫面那怎麼樣做一個按鈕 上面是自動編號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他會自動幫我去處理完畢 自動產生編號的問題 那首先各位要思考的第一個我們的環境怎麼樣產生 環境那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環境部分特別注意預設的環境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都會還原啦 所以你每一次來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 上面這邊一個小箭頭的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會有個自動公制定功能區 會有個開發人員這個要把它打勾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的話因為我們這邊用2010 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2007的話也是在這個箭頭 然後應該是放在上面有個叫常用的吧我印象中也是 然後也是要打勾才會出現 那如果是2003以前的版本的話 是在什麼有個叫工具吧 工具裡面就有個聚集 聚集裡面就還是會有個VBA VDual Basic編輯器 會出現 但是新的版本當然還是比較好用 因為有一些功能不只是說他安全性 有時候你要設定一些部分 具體部分他他這個地方會跳出警告 就有些時候執行的時候你要特別就要讓他起用 否則的話他不會執行這個程式 OK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開發人員 會有個Visual Basic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如果你我們現在是用那個2010的版本 那因為他存下來存出來的檔案 特別注意就是說我們不能直接儲存 因為如果直接儲存的話 他這個聚集沒有存到檔案裡面 你必須要如果你有寫程式的時候 記得要在檔案裡面用另存新檔的方式 然後呢 檔案類型部分呢就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有沒有原來是活躍部對不對 那你就要改成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那差別就是副檔名 本來是 X LS XLS 原來是 X這個這個是 XLS XX 對不對 然後改成這個之後的話呢